皮膜组织 按照细胞的形状 可以分为扁平皮膜 立方皮膜 与柱状皮膜等 在我们气管中的是位多层纤毛柱状皮膜 这次要观察的就是这个组织 首先 下载气管纤毛柱状皮膜的字卡图片 然后下载Trachea App的安装软体Trachea.apk 有78Mbps左右 下载后进行安装并启动App 以手机的摄影机扫描气管纤毛柱状皮膜的字卡图片 可以看到这个组织的立体模型 观察的视角是从俯瞰的角度开始 先使用放大键或缩小键将整个构造调整至适当的大小 再使用自转键将组织翻转到侧面 以方便我们进行观察 构造键可以用来决定要不要显示构造名称 之所以称为位多层是因为其在切片下看起来细胞好像多于一层 事实上是单层皮膜 即所有的细胞皆着生在基底层上 然而细胞长度不同 造成高低参差不齐的状况 这些细胞坐落于底下的一层膜状构造上 这个构造称为基底层或基底膜 这里我们用半透明的橘色来表示 它介于表皮与真皮之间 含有蛋白质与纤维等成分 除了支持 连接和固着等结构性的功能之外 也被认为通透性具有选择性 可以影响物质的交换 而在气管处 基底层的厚度相对厚了许多 这些涂成黄色的是鲜毛柱状细胞 每个细胞约有300根鲜毛 鲜毛的长度约5到7尾米 粗约0.2尾米 这种细胞在这里的数量很多 对于对抗感染很重要 具有物理性屏障的功能 吸入的颗粒 液体 或微生物会粘在它表面的粘液中 透过鲜毛摆动 可以将这些物质往烟布的方向做推移 每秒大约能推移320尾米 然后我们将它壳出围弹 这个作用可以净化吸入的空气 这种化成粉红色的是杯状细胞 细胞的形状类似高脚杯 它们的数量也很多 主要的功能是分泌粘液 属于单细胞线体 在粘液的成分中 含有粘液蛋白 免疫球蛋白 溶菌酶 以及抗蛋白酶 可以对抗细菌的侵袭 着色成灰白色的是淋巴细胞 存在于皮膜与皮膜下的固有层中 为免疫系统的成员之一 属于免疫系统中监察与防御网状功能的一部分 化成蓝色的是基底细胞 细胞呈锥形 位于皮膜深部 是一种未分化的细胞 有增值和分化能力 可能分化形成鲜毛细胞或杯状细胞 分散于其中的 或许还包括一些神经内分泌细胞 以橘色表示的是刷细胞 数量较少 游离面具有许多细小 论端的为绒毛 细胞基部与感觉神经末梢形成突出 产生感觉的功能 为感觉细胞 功能可能与空气品质的侦测有关 明镜需要您的接线 转发 去旁本归的侦测有关 那么所以 这边边的侦测有关 以未来的速度 少许在加密质地上